持續也要來關心是新北市三重的大樓傾斜案 住戶都很在意的也就是什麼時候才能夠回家 而昨天晚間就傳出好消息了 再經過三大公會判斷 這房屋是可以繼續居住的 所以住戶在今天早上就可以回家 白色大樓嚴重傾斜 景年一旁紅磚名宅 好端端的新北市三重這棟房子竟然歪了 數百位住戶嚇壞 後來相關單位也緊急疏散撤離住戶 原來建商施工除打包工程開挖 連續被破洞導致水土流失 連夜緊急灌水增壓傾斜變化 已經區域穩定 所謂的穩定就是說整棟建築物 其實已經沒有再產生異常的一個 變化的狀態 三大公會在共同研判討論之後 整棟房屋雖然有造成傾斜的事實 但是其實還是可以符合 繼續居住使用的一個空間 二十八號晚間新北市府以及三大公會 進行內部會議 初步判定傾斜的房屋已經沒有結構性危險 宣布在二十九號早上八點 民眾就可以回到自己的家 如果要返家今天晚上我們就會安排我們的所有民眾 先回家去看看水墊瓦斯是否確定安全 部分的住戶或是我們的朋友 他還是有些擔心 想住宿繼續住在我們的安置的旅館的部分 他們還要繼續安排 不少住戶得知好消息 第一時間趕回家查看 能回家固然開心但接二連三發生 減傷處包事件 相關單位恐怕還是得認真思考該如何保障人民安全 接著新北綜合報導